这里是红棉 很多亲们都说红棉这边的服装好看 今天路过这边再来这边看一下 虽然这个皮包之谈的东西整体价位是比较高的 但是它的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 单单从性价比这一块来说 它肯定是没有什么性价比的 但是从款式还有一些外贸货 在其他地方你很难找得到 来这边就比较容易找来说的话 它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有优势 服装的价位一往高走 它的价值就没法从这些很简单的这种什么面料啊 还有做工单单来去衡量它的这个价值 价位越高 它的价值主导因素必然是这些品牌啊 还有这些设计款式还有一些理念 这种是占主要的元素 做价位越高的服装要有精准人群才可以 这类型人群它已经对你这个服装有一定的认知度 它对这个款式价格一定是接受的 接受了才会有可能去消费你的服装 做红棉这边的服装最终的出发点不要想着说能跑多少量 你们要大概的预估下你的这个潜地人群是多少你能够卖多少 拿这边的服装回去尤其是价位偏高的出现正常的现象应该是这边的款式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价位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 如果款式大家都能够喜欢 价位也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那就不属于中高档次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红棉这边炒货到底是有多少 它这边炒货是有的 但是整体比例来说还是占比非常小的 有些当可他零售批发都重 但是来这边的顾客从不同价位的都有 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 他们会去炒一些跟他们原来自己的品牌风格不太一样 价位不太一样的服装过来 这样子可以非常灵活的补充一下营业额 炒货相对零售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你们都是现场里面看 觉得它直才会入手 拿货你们就要多对比一下 多去其他批发市场里面去看一下 多逛一下 逛久了 你慢慢的可能有些会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家是炒货的 实在看不出来也是没有办法的 有些事情是没法避免的 这边适合做线下实体店的中高档次 一般你们做网络的话 除非你们是走那种比较高价位的那种 可以适当的挑一些款式回去 走线上跑量的真的不太适合 而且它这边有很多品牌为了保证线下实体店的利益 它是不允许你在线上销售的 所以你们要拿货的话一定要先问清楚 它们不允许你们写它的品牌 还有价格管控 就这两个因素其实在网上是很难走的 基本都是走不了